市面上大部分支援Dolby Amos的Soundbar 其實定價都要三四千元 不過今天介紹這條Soundbar的定價是1980 剛剛低過兩千元 一千九百八十元 你就可以在家用Soundbar 很方便地玩到Dolby Amos 大家好 歡迎收看《獨海浮沉》 我是司徒甲大 市面上有很多的Soundbar 尤其如果你買來想看電影的話 那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方向 就是看看那支Soundbar 它聲不聲稱支援Dolby Amos Dolby Amos是什麼呢 中文其實就是道比全景聲 是一個環繞的聲效 如果本身你用AVM 然後有很多衛星喇叭 5.1 7.1那些 那你就很容易做到 但是如果只是一條Soundbar 能夠支援或者做到Dolby Amos的效果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市面上 有Dolby Amos支援這個功能的Soundbar 其實價錢都比較貴 今天就介紹一條最便宜 最容易入手 又支援Dolby Amos的Soundbar 就是我前面這支 牌子叫做Oxus OXS的Soundbar 它是支援Dolby Amos之外 它本身是3.1、1.2個單元 點數的三個單元就是左、中、右 左升度、右升度和中置 點1就是底部有個Subwoofer 而最後的點2就是它有兩個反射的單元 是向天花板 就用這個3.1、1.2這六個單元 造成一個Dolby Amos或者叫做環繞星的效果 為什麼要選擇支援Dolby Amos的Soundbar 因為現在很多戲劇 或者劇在Netflix、Disney Plus等等 都已經寫明有Dolby Amos的技術 如果想看電影的時候 聽聲聽得爽一點 最好就找回支援這個技術的Soundbar 市面上大部分支援Dolby Amos的Soundbar 其實定價也要3、4千元 不過今天介紹這條Soundbar的定價是1980 剛剛低過2千元 1980元 你就可以在家用Soundbar 很方便地玩到Dolby Amos 放在這裡示範不到給大家看 我就準備了拿去外面 配合我的電視機示範給大家看 安裝這條Soundbar有兩個方法 第一最簡單是就這樣放在這裡 因為它有些很高的膠腳 為什麼要高呢 因為都要給足夠空間的Subwoofer去透氣 另外一個就是掛牆 因為後面它已經有兩個孔的位置 我自己已經轉了孔 轉了兩顆螺絲 就可以將它掛在牆上 這個Soundbar支援非常之多的輸入方法 有藍牙、有AUX、有USB、有光纖、有HDMI 如果想使用到Dolby Amos的效果 就建議用這個HDMI的輸入 即是由我上面的Smart TV的HDMI ARC 選擇了其中一套Adventures 它就寫明有Dolby Amos的效果 而這條Soundbar也都很老實 如果它接收到和真的播放Dolby Amos 它在這裡是會顯示的 我示範給大家看 報告 報告到 your stations immediately 這是不是掛牆 我們是在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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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示範過一種環繞聲的效果 即是在自己旁邊的左右這樣走 尤其如果你家裡的空間不算太大 即我這裡比較空曠 你的空間不算太大 你的環繞效果應該會更加誇張 而另外我還有一個功能 亦都推介給大家 就是它的BASS 它的低音其實可以加減 它本身Default就是4 我發覺剛才我貪心 加到6就已經太多了 加到5就剛剛好 即是地上有一點輕微的震震 這個大家也可以試試 這條Auxys的Soundbar定價是1980元 是市面上其中一條最便宜而又支援Dolby Amos的Soundbar 剛才說1980元 不過我們的會員 Seato Project的會員 會員價是1880元 想換一條Soundbar高興下 試試環繞聲效果的朋友 又或者想了解多點這條Soundbar的詳情 可以按下下面的連結 多謝收看《獨海浮沉》 我們下集再見